5日凌晨,黄艺青发文回应薛之谦验毒 他称薛之谦前女友曾亲口告诉他薛之谦吸毒 验毒失败则说明他已经戒毒 他认为大家应该谢谢他 是他发声才令薛之谦主动接受验毒 最后,黄艺青还表示希望娱乐圈每个人 在面对质疑时都能像薛之谦这样,用行动去验证 12月4日,薛之谦在微博发文怒斥黄艺青曾散播其吸毒的遥远 越不想搭理,越是粘着一两条,没个碗 就逼你出来说话,就像你干的一样 黄艺青你在网上连续说我吸毒,我却仅决报了警验的 是我自己,我也没有办法了 你要的品种我都验了,不要的也验了 全程警察陪同,我能承受得只能到这儿了 如今的世道,死人能利己,流氧能换钱 网络在日中于我黑河辱骂,无人在意真相 那我也尽量当好牺牲品 但维护我自己的底线,我还是要坚持 我屈出签从来不吸毒,任社会监督,若有虚言,当众自尽 黄艺青你别删,我们为我们的言行负责